也要报一个小料 就是我记得是2022年的时候 有一次跟关先生单独说的时候 他有说过 说大使给他算过一命 2023年他有一节 就人生第二节 第一节是8964那一次 就是清风看守所的22个月 对 然后第二节就是2023年 所以今年这么一节 为什么他这么淡定 是因为他也知道有这么一节 也是意料之中 哦就是道长给算的吗 哪个道长的我就不知道 反正是大使嘛 大使给他算的 哇 对 然后就是说2023年 会有这一节 人生一节 如果这一节 顺利的度过了 他就可以活百岁以上 哦太好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目前来说 我可以说 已经最糟糕的时候了吧 已经都过了 我觉得 最糟糕的时候 我们也不觉得 大家信心依然在 所有的人都在 郭先生也非常有信心 然后我们还有 这么强大的律师团队 家人朋友战友都在 所以没有理由不度过 是吧 所以大家就耐心的等待 耐心的就做好 自己每天咱们该做的事情 是吧 不给国建区增加麻烦或者风险 然后我们自己不犯错 连大家不犯错就是赢 是吧 就度过这个时间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好